飲料倒入机器不到几秒就完成一碗雪花冰 送餐机器人不仅把餐点送到位 还能为寿星献上祝福 这位应用导入零售产业成为加盟展的一大亮点 加上国门即将开启 吸引年轻人寻找加盟机会 我很好奇哪些店家是比较很特别的 后疫情时代会再回升 因为大家都闷蛮久了 现在感觉像是入场蛮不错的时机 去年跟今年我们都看到创业的年纪 都往下降了几岁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更多的人要来创业呢 因为疫情很多有些事业有些被解散 希望年轻人可能更多是希望 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 多个摊位前都能看见青年咨询洽谈的身影 业者也表示特别针对年轻世代提供加盟优惠 那大家都知道年轻人可能创业上面 可能资金手头不是那么充足 但这次我们还特别有加码一个100万 青年创业贷款的利息的补助 所以它价值大概约有十多万块 不管是国外的旅客进来 带动国内市场的一个成长 应该预估至少会成长10到15%左右 尤其在台湾的品牌可以输出海外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契机跟时间点 超过百大热门连锁品牌参与加盟展 近400格展位 厂商祭出加盟优惠吸引人潮 也成为候选人参访焦点 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黄珊珊 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都出席逛展 新唐人野太电视 高建伦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